好,现在我以四十二式太极拳第一段的阳式白鹤亮翅为例 简单阐述一下重要的太极拳系练要领 我把白鹤亮翅分成三个小的步骤 第一步是抱球,中心在左脚 第二步是一个向后撤步的过程 第三步是后面中心,上横,下踩,随从须部,脚掌有力 好的 那么通过第三个小的步骤,我想说明三点 第一点是太极拳,是调心的运动 心境体松是练好太极拳的关键要素和基本要求 这个心境体松可以通过我们的抱球做一个小工法来练习 大家可以跟我体会一下,两脚以肩同宽,平行向前 人是顶天律地,在天、人、地 下肩同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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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两手 掌心相对,还可以转回来做对手 以右手在上,左手在下的抱球 意念要专注于当下 静心的过程并不是没有意识,而是培养我们 我们排除外界的杂念,专心致志 在当下是一个高度的精神集中又放松的过程 也是一种能力,是让我们能够把思想集中到身体的感知上来 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深度的感知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以心行气,以气孕身 第二个要素是太极拳是要松而不屑,柔而不软 它是有一个内部的张力,横力 我们叫做处处有横劲 用这个白鹤亮式动作来说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抱球 抱球的时候,手与手掌中间有一个球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关节这个地方也要有一个球 然后我们后面彻目的时候,后移重心 大家注意了,在后移重心的时候 我们会宽关节这个位置 宽关节要松腰,若胯,收腹 这个身形如果调整不好 那么我们的气血也是没有办法顺畅的运行 行不正,则气不顺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太极拳的呼吸也很重要 太极拳是由于武术的攻防含义的动作组成的 那么在我们防守之前,我们要抱球 我们是在续劲 对于内劲来讲是会做一个续的过程 续劲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吸气 吸气抱球 这个时候一定要呼气 做一个防守 虽然它的外形是一个开的形状 但实际上作为我们的内劲来讲 气要偏于我们的后背 这个时候它在我们的呼吸上来讲 是要做一个呼气的 大家可以再试一下 好,续劲 向后撤,呼气 做一个上膨下按,防守 或者上膨下膨 这种呼吸呢 是配合太极拳内进走势的这种呼吸 我们叫做拳式呼吸 也称为俯式呼吸 那么这种俯式呼吸能够有效的 有规律的 对我们的身体内脏 特别是消化和吸收系统 作为一种按摩和促进 功能的促进 同时也促进和提高了 我们的肺活量和肺功能 好,做一个总结 通过对咱们这个白鹤量式 这个动作的分解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有三个要素 是太极拳健身 必不可少的 首先我们要调心 心静体松 第二是要调身 太极拳的对身型的要额还是相当多的 比如说 沉间坠肘 寒须把背 松腰落盆 上下协调 这都属于调身的范围之内 第三是调心 呼吸的配合 和呼吸的调整 也是对太极拳健身效果的 直接影响因素 好,希望大家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对太极拳的了解 能够得到健康的身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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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ht Active Covid